9月3日下午,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手捧鲜花从人群中走出的成手针精神焕发。 他的同事们早早就在机场等候,迎接这位一天前刚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获颁南丁格尔奖章的白衣天使。 首先就是非常荣幸,也非常激动,因为这个是国际护理界的最高荣誉奖。 南丁格尔奖章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为纪念佛罗伦斯·南丁格尔在改善战地伤病人员护理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而设立的国际护理最高荣誉奖。 5月12日,2021年第48届南丁格尔奖章获奖者名单公布,中国有三人获奖,是本届获奖人数最多的国家。 程守珍在42年的护理道路上,从抗击非典到汶川地震救援,她始终渐行南丁格尔事业。 2020年2月初,她率领131人的团队赴武汉一线抗疫61天,到华中科技大学协和医院接管了两个病区,就职246名重症患者,将医护联合查房的经验带到了武汉,并亲自给重症患者插管。 从武汉回来,大家发现,去时一头青丝的成守珍,归来已是满头白发。 但随后,她又作为专家组成员,赴塞尔维亚支援抗疫40天,获颁塞塞尔维亚最高荣誉勋章。 这是我的专业的使命担当,作为一个公民嘛,就是国有应该是造毙者。 所以我觉得应该说,从我们的,作为一个公民的担当,专业,职业的担当,和作为一个党员的使命担当。 谈及赴塞尔维亚支援抗疫期间,程守珍说,大家在各自的防护服上,不是写自己的名字,而是都写上中国。 因为你在国外抗疫嘛,我们是,也是代表国家,作为中国的这个抗疫医疗专家组。 实际上也是在这个人力命运共同体这个方面来体现我们中国的这个, 这个也展现我们中国的,展示我们中国的这种大国担当嘛。 每天都长途跋涉,要去帮助他们抗,当地抗疫,所以也是得到他们民众的这个信任。 所以他们的依从性非常好,对我们的评价也很高。 那么它整个的结果就是,也是欧洲重症率死亡率最低的。 回到医院,单位的姐妹们也都赶来迎接他们的民心。 大家都争着合照,南丁格尔蒋章更是成为焦点。 程守珍说,蒋章属于大家,让姐妹们都来摸摸看。 因为这个荣誉属于他们,不仅属于我,也属于他们,属于全体的护士们。 更属于我们的国家。